当然谈到了这种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及它的表现和最终啊 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啊 最终被否定 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最后就开始预言啊 开始预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 剥夺者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因为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里边 这些资本家啊 这些资本家他们所拥有的财产 最终全百分之百的都是 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剩余劳动创造的 为什么这样说 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排除啊 资本家是呃勤劳节俭啊 就是小商品生产者吗 小商品生产者一开始都是都是劳动者 小商品生产者他呃都是自己啊 占有生产资料自己从事劳动 然后通过辛勤提早贪婪 哎他的劳动生产率就提高了 提高了以后他有一部分剩余 有一部分剩余他不是把它吃光 把它用光挥霍掉 而是把它再进行转化为生产资料 就是那种广义的投资 这样呢 他的资本就积累起来了 因此我们可以说最初在资本家的财富里边 有一部分不排除他是劳动和节俭 勤俭的结果啊 但是呃 马克思紧接着就说 现实的资本主义大部分的那个资本原始积累 他是通过原始积累呃发展起来的 那就是赤裸裸的那种靠暴力掠夺 即使是最初有劳动积累的 设想一下在整个后来的再生产过程当中 由于资本家不干活了啊 在那不劳而获不劳而获他就要消费 他年复一年的消费就等于把他原来积累的东西全都消费掉了 而现实中的那个资本一次一次的更新最后其实都是由剩余价值转化来的 所以马克思说无产积极啊 起来革命掌握了政权 剥夺剥夺者啊 不是剥夺的普通的人 不是剥夺的呃 这个呃 劳动者而是剥夺的是剥夺者 那么也因为他们的财产本来就是剥夺来的 我现在再把它剥夺回来 是不是也就顺理成章了 这就是马克思啊 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为什么啊就被无产阶级政党能够利用啊 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锐利的思想武器理论武器 好了 这里边呢也涉及到啊涉及到 第一次涉及到很多的问题啊 包括我我后边呢 我还要用呃 再用两章呃 来讲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和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 那么下边呢 我想就我们这一讲这一章呃 所涉及的问题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第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相对人口过剩 那么我们要提出这样一个疑问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或者说不断提高 是否为一般的规律 C和V值比是不是无限制的啊 C越来越多V越来越少 如果是一般的规律 这里边一般的规律呃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 一个角度呢是不是永远都会呃不断的提高 这是或者如果是不断提高 是不是在任何社会都这样 至少有一点呢我们要认识啊 就是西方学者又提出一个概念叫人力资本 所以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啊 会进入所谓的知识经济啊 后工业化时期啊 进入所谓的数字时代 那么我们发现很多高新技术产业啊 他们没有多少固定资本 没有多少不变资本 他们实际上是使用了大量的人力资本 这样的话呢 C和V的比例就不是会就不会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啊 机器仅仅归结为机器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 这样一个比例 所以怎么解释啊 用这种新的现象来解释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啊 这是一 第二一个 如果即使是他不断提高也罢啊 即使是存在的 那么是不是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 而不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 这个恐怕不是这样 是吧 无论他是否继续提高或者是有所遏制 那么这种现象恐怕它是一个一般的现象 就是如果可以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 它当然也可以发生在社会主义社会 那么讲到这呢 其中有一个原理啊 有一个原理 也许原来我没有给大家讲 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 有一个概念叫做机器 这个机器啊 资本家使用机器 资本主义啊 生产方式使用机器 它有一个条件 它使用机器并不是因为这台机器能够代替多少劳动力 不是说一台机器啊 如果能够代替十个劳动力的活劳动啊 十个劳动力呃 我原来雇用十个劳动力挖着一条沟 我现在用一个开沟机啊 一天呃就就把它挖啊就挖成了十个劳动力就解放了 是不是只要是能够代替啊 劳动力越多 这个就使用机器呢 显然资本家不是这样 他是看我使用一台机器多少钱 要干这么多活 我使我使用一台机器多少钱 然后我雇佣劳动力我花多少钱 如果雇佣十个劳动力 也能够干一台机器所干的活 而雇佣付给十个劳动者的工资 远远的低于租用一台机器付给的租金 你说他使用哪一种要素 他当然是使用劳动力 而不使用机器 对不对 所以马克思呢 呃 以及马克思主义者 常常以此来批评资本主义社会 说这是你看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局限啊 这是他们的局限性 那本来呢 人类社会要发展 要进步啊 就要用用机器节省劳动嘛 可是资本主义制度限制了资本家使用机器的范围 因而造成啊 就造成了这样一种状况 他宁可使用劳动力 可是我们也忘了 在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者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时 我们不应该否认 当时的工人阶级是反对使用机器的 因为使用机器会排挤工人啊 会排挤工人 以至于我们看一看当时的历史啊 近现代史 看一看啊 资本主义的发展史 国际公产主义运动史 我们就看到所谓的工人破坏机器 就如当年的奴隶啊 破坏生产工具是一样的 由于工人破坏机器 抵制使用新机器 以至于当时的一些资本资产阶级政府不得不下令禁止工厂使用新机器 他是不得以而为之 所以这一段是是非非啊 我们我们姑且不去评价他怎么样 但是有一点我们看到啊 有的时候我在啊 我在这个呃 住所里边往下去看啊 好多工人在那里挖钩 我就想为什么不使一台挖钩机呢 哦 这事就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啊 发生在我们清华大学的校园和我原来南开大学的校园 我一分析哦 这里边的道理是和资本主义的道理是一样的 资本主义的资本家啊 使用机器有一个限制 社会主义的企业家 这个呃 承包商啊 包工头也好 呃 还有国有企业也好 他使用机器 也有一定的限制啊 当存在着大量的民工啊 非常廉价的劳动力啊 在市场上唾手可得的时候 他为什么要使用机器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啊 就是说有很多现象 有很多现象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可能都同时存在 也许他们产生于不同的原因 但是也有肯定有一种共同的东西 在两种社会制度都存在的原因一定是共同的 所以这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接下来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的质疑啊 这个问题 马克思说 以给定一定量的资本 随着有机构成 不断提高 相对会出现相对过程人口 那么我们就要问 他是给定一定量的人口 给定一定量的资本 可是这个资本的绝对量是在增加的 随着资本绝对量的增加 那么这个社会到底有没有过程人口 你看你原来是100个单位的资本 比如说我雇佣了50个劳动力 雇佣了50个劳动力 我现在呢 有机构成提高了 我只雇佣25个劳动力了 100个单位的资本雇佣25个劳动力 如果仅仅是有100个单位的资本 剩余价值转换为资本 当然就会出现过程人口 是吧 就会出现失业 可是你不能排除 我就积累了200个单位的资本 那我积累了200个单位的资本 你有机构成如果是25% 用来购买劳动力的话 那我200个单位资本 就购买50个单位的劳动力 那你并不能排除 我可以积累300个单位的资本 这样一来 我这个问题就是资本总量的增加 是否会吸纳 由于资本有机构成 提高所排挤出来的工人 造成的这种相对过程人口 这个问题 至少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里边 并没有给出正面的回答 他只是讲强调了前面的一方面 造成了相对过程人口 而这种相对过程人口 就会导致无产阶级的贫困化 最终导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激化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看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率 可能有些国家比我们的失业率还要低 还要低 这是什么原因 这是什么原因 我们的失业率居高不下 这是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最后 是否存在着一般的人口规律 马克思说这种有机构成提高 导致相对过程人口 这样一个规律 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 那我刚刚谈到 如果相同的情况出现了 那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可能存在 问题是 有没有一般人口规律呢 我曾经讲过 这个对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16本书 其中有一本 大家还记得 跟人口有关的 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写的人口论 那么人口论 他描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 就是 食物的增长 按照算术级数增长 而人口呢 按照几何级数增长 他说这样一来 如果不加以任何控制 人口的增长 总是要超过食品的增长 那么必然会导致饥荒 瘟疫 甚至战争 这就是马尔萨斯人口论 这就是马尔萨斯人口论 当然他提出 缓解这种 这个矛盾的一些方法 有积极的意志 有消极的意志 包括道德的 这个 等等 但是他可能不赞成计划生育 他是靠道德 你晚婚 晚婚 晚愈 不要有那种 生育行为 这是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讲的 那么马尔萨斯 当然后来遭到了 马克思的 无情的批判 马克思批评马尔萨斯 说他是反人类的 你看他反对人口增长 是吧 这不是反人类的吗 当然我们知道 马尔萨斯的理论 后来为越来越多的人 未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了 那么他所说的 有人说 有人来批评马尔萨斯 说你看 你说这个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 那么现在这个人口并没有按照 你当时的那个数量增到那个幅度 为什么 因为有各种意志 它的因素存在 确实有战争 有饥饿 有等等 另外一个 也许并没有那么很严格 是吧 真的是按几何技术增长 其实他只是说 人口的增长速度 超过 会超过食品的增长速度 那当然说 你们 你没有考虑到技术进步 你没有考虑到 我们有那个 那个杂交 杂交水稻 我们那个叫 圆什么 圆龙屏 是吧 那如果都变成这种杂交的这种东西 那粮食产量 世界粮食产量 不会这个成倍成倍的提高 那也不能不说是吧 会出现几何几何增长的 这个这种现象 但是你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他还是描述了 他告诉我们一个原理 就是说 人口的再生产和物质资料的再生产 必须按照比例 对吧 你不管是几何技术也好 算术技术也好 一个增长快也好 一个增长慢也好 不管怎么样 二者之间一定要保持比例 就是所谓的人口再生产 和物质资料 社会财富的再生产 二者必须协调 如果不协调 肯定会产生灾难 灾难性的结果 那么在中国呢 也有一位姓马的 叫马银初 马银初 马银初呢 也提出了他的人口论 人口论 马银初是耶鲁大学的经济学硕士 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 在委政府 南京政府啊 做过立法委员 出任过南京中央大学 陆军大学和上海交大的教授 49年开始任浙江大学校长 并且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委员 中央财经委员会的副主任 还担任过华东区政委 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副主任 解放以后 1951年是北大任北大的校长 到了1960年 因为发表他的著作新人口论 注意加了个新字 以区别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因发表新人口论 遭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严厉的批评 批判 最后被迫辞去了北大校长的职务 最后我不知道是蹲牛棚了 还是好像没蹲监狱 到了1979年 毛泽东主席去世之后 他被平反了 所以他活了 他活了一百 他活了一百零几岁 啊 一整活了一百岁 毛泽东主席活了83岁 所以看谁活到最后 谁活得最好 那小平同志也是这样啊 小平同志活了九十 九十三岁啊 比毛泽东又多活了十年 所以呢 就他就第 有第三次付出啊 又成为第三代领导核心 第二代 江泽民是第三代啊 讲到这儿 我想啊 呃强调一下 马因初的人口论到底心在哪呢 其实我呃 咱们大家仔细看一看 呃 除了他提出的一些政策 比如说计划生育啊 等等啊 这个呃 可能跟马尔萨斯当年主张的不一样 他的骨子里边 本质上是一样的 仍然是以 人口的增长和物质资料的增长 常常是不协调的 那么你一定得控制人口 如果物质资料可以无限的增长 人口的增长速度很慢 那我们就大力的鼓唱鼓鼓鼓鼓鼓鼓是把多生多育 像前苏联英雄母亲十个孩子啊 就可以带上国家的列宁勋章啊 有啊 这个呃 你没赶上那个时代啊 现在都成了独生子女了 那是少 那俄罗斯是资源是多么丰富啊 是吧 我们没有办法跟俄罗斯比 咱们有一个有一个漫画 说俄罗斯人 是吧 背靠了一棵大树 拿着牙签 那个牙签是进口的 大树 他们俄罗斯的森林资源非常丰富 但是他们很懒啊 他们自己不不去做那个牙签一定要进口啊 进口的牙签 他的资源是极其极其丰富的 那我们没有办法跟他比 对于大多数国家 可是就全世界来讲 资源的稀缺啊 这是一个普遍的事实 所以马英初的人口论啊 我个人判断 我个人认为 其实和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基本原理所依据的原理是一样的 但是马英初为了避免自己受到批判 他说我也姓马 但是我这是马克思的马 不是马尔萨斯的马 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被批判的这个恶用 那么关于无产积极贫困化 贫困化是否为一般的规律 绝对贫困化是否存在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否存在 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否也存在 我们的绝对贫困人口 有改革开放前 我们是两亿五千万 两亿五千万贫困人口 绝对贫困人口 现在经过二十多年 我们大概下降到了三千万 三千万 大概那个年收入最低标准是 大概是六百多块人民币吧 那是所谓的最低最低的标准 如果低于这标准就是绝对贫困人口 关于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 我这里边要提出一个问题 尽管马克思谈到了 还存在着抑制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因素 但是他并没有讨论 这种抑制的因素 是否最终会抵消 导致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因素 如果抵消了 平均利润率还会下降吗 这里边恐怕 一是要建立相应的数理模型 另外呢还要根据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的现实 通过大量的数据 通过计量经济模型来加以证明 到底资本主义社会的平均利润率 是趋势下降的 还是保持平稳的 保持不变的 甚至是有上升的趋势 那这里边还涉及一个问题 马克思讲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利润啊 就是说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 它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具体的展开 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 与剩余价值的实现之间 矛盾不断的激化 那么这里边我有 我自己也有一个困惑 剩余价值是被资本家占有的 剩余价值能否实现和工人阶级的贫困化 有联系吗 联系在哪 我记得在讲那个第五章 不是第五章 是第四章的时候 讲到两大部类之间的生产 它的平衡 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 如果全部被资本家消费了 那就是资本家要用剩余价值 换成货币 再用这个货币去购买相当于这个剩余价值的那些消费品 所以剩余价值如果不能实现 这个跟工人没有必然的联系 工人只能够得 工人得到的是V 是可变资本 得到的是工资 工人只负责购买价值为V的那一部分消费资料 工人不负责购买剩余价值那部分 体现剩余价值的那部分消费资料 这是一 第二一个 资本家的消费 跟工人的消费 实物形态是不一样的 资本家大量的消费是高档的商品 奢侈品 工人呢 消费的是低档的必需品 所以剩余价值能否实现 跟工人也没有联系 第三 当在考虑扩大贷生产的情况下 资本家要把一部分剩余价值 要把它一分为二 一部分留来自己消费 另一部分呢 他去投资 而投资的这部分剩余价值又一分为二 一部分是可变资本 一部分是不变资本 对吧 那么可变资本一旦给了工人 工人去消费 当然就有关系了 可是 不变资本那部分 那还是取决于资本家 购买生产资料 那个和工人的消费也没有关系 因此这里边呢 我就想 马克思 一再论证 工人阶级的贫困化 无产阶级贫困化 会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导致这个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战友之间的矛盾 不断的激化 以至最后出现危机 而资本主义的危机 它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生产过剩的危机 注意啊 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生产过剩 社会主义的危机常常是生产不足 正好是倒过来啊 至于原因何在啊 你们可以再分析 那么资本主义生产过剩 就是大量的产品生产出来 而社会的购买力相对的疲软 不能够把它消费掉 以至于大量的什么牛奶倒到海里食品腐烂 是吧 扔到垃圾垃圾厂 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 马克思把它归结为工人阶级被受剥削 在整个社会财富分配当中 工人阶级得到的越来越少 而资本家得到的越来越多 因此呢 社会有支付能力的这个需求不足 导致资本主义经常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 二者之间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和工人阶级的消费不足 这里边呢 有没有必然的联系 如果工人阶级的消费不足 只要资本家的消费足就可以 对不对 你社会总产品嘛 工人只得30% 资本家得70% 那么关键是那70%是不是资本家消费了 问题并不简单的在于工人阶级 这个从现象上不是在于他工人的数量减少 工人所得的份额减少 关键在一个什么概念 我提出来啊 叫做边际消费倾向 边际消费倾向就是你每增加一块钱 每增加一块钱 你花多少钱 穷人增加一块钱可能就要花两块 是吧 他还要再借一块 我们搓一对不够 咱们再借一点啊 富人增加一块钱 他的边际消费倾向是小于一的 是不是 越富裕的人 他的边际消费倾向越低 你想想他得了100万 他能都吃喝玩乐 他能把100万全都消费掉吗 问题可能出在出在这 就是说资本家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于工人来讲是不是他的边际消费倾向低 而工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 在这种情况下你把大量的财富集中在资本家手里又会导致他的边际消费倾向更低 而本来边际消费倾向很高的工人呢 他的收入又减少 这样呢 就必然会导致社会总产品有一部分消费不了 这个原因马克思并没有直接的分析 那么后来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 大家也许能猜得出来 他讨论了这个问题 大家知道吗 凯恩斯 凯恩斯就来分析为什么有效需求不足 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他就引入了边际消费倾向 当然在这之前 以及在马克思之前呢 那一个经济学家就是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也认识到了 消费不足 有效需求不足 但是马尔萨斯提出的一个解决的办法是什么 他说 他说这个社会应该养一个养一批闲人 这批闲人是只消费不生产 那就是所谓的地主阶级 不劳而获 还在那吃喝玩了 那他们可以把剩余产品消费掉 所以马克思说 说他卑鄙 说马尔萨斯卑鄙无耻 说他为地主阶级辩护 为寄生阶层 为寄生阶级辩护 这里边当然告诉我们 就是说 整个社会这种有效需求不足 不同的经济学家 的确做了不同的解释 解释他产生的原因 但是他们的基本思想还是一致的 那么最后呢 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 是否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个问题很尖锐 因为这个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以及我们所有受过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 共产主义的理想教育 可能都跟这个问题 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关系 因为我们过去一直是讲资本主义 尽管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 他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功不可没 但是他发展到一定阶段就穷途末路 他就不再继续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那最终一定要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 用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 用按劳分配代替按资分配 或者按要素分配 才能够人类社会才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 那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的这种生产的社会化 和私人战友之间的矛盾 一次一次的导致资本主义的危机不可避免的发生 而每一次危机都对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 那当然 那他的前途可想而知了 所以我们说啊 这里边的确啊 如果按照马克思所说的一次一次的 他不是经济周期的波动吗 啊 一次周期的波动达到了一个顶点 达到了繁荣 然后突然一下子产生了危机 一下子降到了生产力水平 降到了起点以下 最初的起点以下 然后接着又复苏 可是复苏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更最高的水平 接着又出现了危机 那么这样一次一次的下去 你看这个曲线下去 这资本主义还有活路吗 那肯定是必然要灭亡 对不对 这叫做负反馈嘛 经济危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 每一次危机虽然造成了生产力的破坏 但是并没有破坏到原来的水平 没有降低到原来的水平 那么一次一次的危机 最后最终还是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在发展 那么马克思逝世以后一百多年来 我想这个图 这个曲线图可能是个事实 否则怎么能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如此的繁荣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究竟怎么去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呢 同样的 我们怎么去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一个社会总是有基本矛盾 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是什么呢 我们常常讲说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 和满足这种需要的手段之间 这手段有限 有落后的生产力等等 这个这是它的矛盾吗 这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 人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手段之间 需要的无限性和手段的稀缺性 这是一对矛盾 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所特有的矛盾 这是任何社会都具有的矛盾 或者说是经济社会 普遍面临的一个基本的事实 什么叫经济社会 经济社会就是资源稀缺的社会 如果资源不稀缺 经济这两个词就消失了 经济学家就没有饭碗了 我们就不必讲节约了 遗憾的是 但是这个时代恐怕永远也不会到来 所以经济社会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 它不是社会主义所特有的 那么到底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是什么 有人说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可是一种社会制度如果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 它还叫先进的制度吗 是不是 有这样的命题能成立吗 我有落后的生产力 但是我有先进的制度 我有落后的物质文明 但是我有先进的精神文明 我们过去不都这样讲吗 别看我们物质文明落后 但是我们精神文明很发达 恐怕这个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那么如何看待我们当今这个社会 也就是说 对资本主义的认识 要重新审视 同样的对社会主义也要重新认识 而且两种社会制度 我们一定不能把它割裂开来 刚才课间有同学就问我 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到底有什么区别 仔细看一看 好像所有制度方面差别不太大了 我上次做过一场报告 就是关于私有制的争论 我们现在私有制的比重 从税收 从安排就业 从对GDP的贡献 其实都超过了公有制 都超过了公有制 那么从收入分配 过去我们说资本主义实行要素 按要素分配 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 我们现在也改成按生产要素分配了 那么从运行体制来看 我们说资本主义实行市场经济 我们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 现在我们也改成市场经济了 只不过前面加上一个socialist 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加上它有什么意义 到现在也没人说得清 因为小朋友说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方式 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 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 既然这样的话 为什么一定要在market economy前面加上一个socialist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从经济运行这个角度 从价值规律这个角度 从商品交换这个角度 看它有什么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还是有别的 从别的方面我们来考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二者之间的差别呢 当然政治制度上肯定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啊 这个就超出了我们这门课所要讨论的问题 那么以上呢 我们就把这一章的主要的内容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 我想同学们可能通过学习这一章 通过学习这一章 这是带有结论性的 也就是说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以往呢 我们其实把关注点都集中在这一章所讲述的内容里面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运用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这种规律 来武装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武装无产阶级政党 然后无产阶级政党再用这套理论去武装工人阶级 起来革命 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建立社会主义 所以我们过去 在民主革命时期 在民主革命时期 我们更崇尚的是这样的理论 那么在建国以后进入和平时期呢 我们最初也是用这样的理论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 教育我们的学生 就是要憎恨资本主义社会 要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照 就是新旧社会两冲天 以便对我们进行所谓的爱国主义的教育 可是在我们改革开放之后 在我们的大门打开面向资本主义的时候 原来会视为很多洪水猛兽的东西 当然一下子你一开窗户 你一打开国门 呼呼呼都跑进来了 可是有些东西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 像官僚腐败这些东西 这不是从资本主义传来的 说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这并不是资产阶级所特有的 我们有一位共产党的官员 就是山东泰安市委书记 泰安不是一个大案吗 轰动全国一个大案 这个市委书记他做的升官梦 他说他有可能将来一个算命的先生 跟他说 他说你将来可以 至少你可以做到国务院副总理这个级别 他说那好 他说你看我该主观努力做些什么 他说你啊 条条路都有了 你就差一座桥 你各条路都走通了 现在都是通向副总理的宝座 但是你差一座桥 你得有一个中间的 他说想了想去 这个桥是什么 是人际关系还是什么 当然肯定人际关系 如果他认识胡锦涛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曾庆红 那肯定这桥就有了 他说为了从方方面面来考虑 他真的修一座桥 修一座桥怎么办 太阳那地方没有桥可修 他把国道给你改了 国道本来应该从那边 他说不行 得必须过这条河 他就愣在那河上 就架了一座桥 结果没通向副总理的宝座 而进了监狱 进监狱之前 我很有感慨 他在法庭上 我看了一段录像 他在法庭上痛哭流涕 他说我沾染上了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放弃了世界观的改造 我就很奇怪 我说资产阶级能像你这样吗 说修桥就修桥 是吧 说改国道就改国道 哪个资产阶级的政客官员敢这样做呢 这就是我们有很多官员 很多官员在痛哭流涕的时候 说他们沾染上了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其实这不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像吃喝飘堵这个东西古往今来 中国古代就有 我们常常是这样 把反正坏的东西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 把好的东西都说成是无产阶级的 然后无产阶级一旦犯了错误 就是上当受骗了 就是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放弃了世界观的改造 我想同学们 你们这个年龄 大概世界观的改造 的确还任重而道远 但是我说一个四五十岁的人 他的世界观还怎么改造 我想世界观可能早已经定型了 所以现在的汤官一旦被抓出来 他绝不后悔 他唯一什么呢 就是认他倒霉 他不会去忏悔 说自己真的是做错 他不认为自己做错 他们都这样 比我贪的 人还多着呢 就算我倒霉 被抓到了 那么所以 他不是世界观的改造问题 在那个场合 是吧 在那样讲 这个也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减轻他的罪孽 那好 这个关于对资本主义的在任 和对社会主义的在任 我们下节课和后 这个下下周 我们再给大家进一步讨论 今天课就上到这 谢谢